两个时空的交汇 一段爱情的衣食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小说剧《夜旅人》 原著赵熙之 主播东林善云天和 由长安欢乐工作室独家出品 来客并没有留很久 从因刚刚抽完第二支烟 就听到了关门声 她仍然站在半壶形的阳台里 楼下花园中有两个外国小孩嬉闹 又出来一个讲英文的金发太太 历声催促她们换衣裳去教堂 租界里的人在危机到来之前 还是一如往常的有序地生活着 这时盛青让拉开阳台门请她进屋 外面日头有些事爱人了 还是进来吧 她用的虽是这个理由 但实际原因却是她召集出门 想要快点将事情 同宗英交代清楚 这个人很会掩饰 宗英返回房内 听她接着讲之前的事情 热水管道系统出了故障 如果要洗热水澡 可以用煤气造烧 楼上客房窗户朝北 阴凉一些 宗小姐可以上楼去休息 今天是周日 清洁公司的工人十点钟左右 应当会过来打扫 她说着 取过沙发上一只崭新的公文包 从里面翻出一打钞票 递给宗英 不慌不忙地讲 直接与她结清工仇 可适当给小费 服务处的叶先生喜欢打听 他送餐过来如果问你 你就讲述我的朋友 餐费也请及时付给她 宗英接过来 当着她的面数了一遍 一块五块十块的 一共是一百零二块 一百零二 说着 她抽出两块钱还给盛青让 我习惯机整数 盛青让收了 她认为已经交代妥当 提包走到门口 回头看一眼 宗英身上 已经穿了很旧的制服 又直不返回 静自进入卧室 从里面取出一件 叠好的黑色仿仇长衫 如果你需要换洗衣服 可以换这件 前天刚刚做好送来的 已经清洗好了 还没有穿过 宗英隐约觉得 她很不放心 自己单独待在这里 这种不放心 可能并不是出于 对她安危的担心 而是一种私人空间 被入侵的不安 她用表面上的大方 来掩饰心里的这种紧张 哪怕是下意识的 宗英接过长衫 偏头看一眼 坐中 讲 顺先生 不早了 盛青让听出 她的弦外之音 意识到 自己似乎讲了太多 给她造成了误会 虽说 我会尽力 在晚十点前赶回来 她又重复了一遍 晚上带她回去的承诺 随即告辞 并在出去后 主动关上了门 待外面走道里的声音消失 屋子里就显得更安静了 宗英放任自己 重新陷入沙发里 手机死气沉沉地 躺在茶几上 没电了 屏幕一片漆黑 有电也没用 因为没有信号 彻夜未眠的宗英 抬起双手掩了脸 在坐中的走针中 打算小气一会儿 但根本睡不着 那边现在会是什么状况 薛选青如果打不通 她的电话 一定又要发飙 医院里也可能联系她 家里或许也会找她 但他们无论如何 也找不到她 找不到也好 她难得有这样大把的时间 无所事事 宗英起身 走进洗漱间 里面比她预想的 还要整洁 干湿分离 靠墙一排的木柜 打开来整齐地摆放着 洗漱用品 最左边的柜子里 果然叠着好几块 新的毛巾 宗英取出一条 搭在浴缸边上 浴缸上方有两个水龙头 其中一边标记了H字样 宗英猜测是热水 尽管盛青让蒋 热水管道系统出了故障 但她还是固执地 试着拧了一下热水龙头 的确没水 天热 她也不太愿意 费时间去烧水 于是索性拧开了 另一边的水龙头 洗了一个冷水澡 等她洗完澡 后脑勺才慢上来 一种悠悠的藤和冷 她潦草地擦干身体 拿起自己的衣服穿 最后穿衬衫时 她低头吻了吻 将它放在一边 出去取了那件 黑色纺绸长衫 因为是居家式的长衫 比外出穿的 本来就做得短一些 但披上身 黑色绸料 几乎垂到她的脚踝 盘扣子领口 斜着腋下 又一路直接扣到 大腿中部 往下是开刹的 方便行走 配套应该还有一条长裤 但盛青让忘了给她 宗英重新买过报纸 在沙发上坐下 寻版面顺序 逐一赌过去 头条是7月24日 住户日军中 一个叫 关起真夫的水兵失踪 照片配的是 炸北日军港哨 几个日军正端着刺刀 搜查来往的路人与车辆 往后翻 是一些无关紧要的 私人声明与花边新闻 还有一些 关于北方前线的报道 措辞中 显出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 屋子里太安静了 宗英越读越觉得不适 因此 他放下报纸起身 试图打开留声机 机身庞大笨重 印着Victor的标志 手动的 需要费好大的功夫 让他运转 可唱不了多久 又会停下来 在现代人追求效率 与收益的准则中 为听一首歌 付出这么多的力气 显然是相当不划算的 但 一时的热闹 也是热闹 宗英响 因此 在座中当当当 敲响巴下时 留声机又重新唱起来 把苏航 比天堂 苏航哪 现在也平常 上海哪 更在天堂上 宗英抬手揉了揉 仍有些隐痛的后脑 鬼使神差地走进盛青绕的书房 书房窗户朝南 几个大书柜并排靠放着 玻璃柜门擦得一尘不染 最南边的柜子里 有成牌的法文书 宗英取下一部 法英对照词典 快速查了一些词 又重新扫一遍书柜 确认这里 装了很多专业书 角落里一摞证书 他随手抽了一本 打开来是一份英文聘书 聘用单位是公共租界 公布局董事会 职位是法律相关顾问 日期显示 这是最近的一个任命 他想起那天 他为证明自己来自民国26年 展示的那一份开会记录 似乎就是公布局的 宗英把聘书放回原位 打开第二个书柜 印入眼帘的是一个相框 里面一张黑白照 是家庭合影 最前面是父母 母亲手里抱了一个女孩 后面占了四个孩子 不对 确切地说 是占了三个 最边上的一个 只有大半张脸 有些惊慌 像是临岸快门的那一刹那 被推进去的 看起来似乎是 他没有同其他孩子 站在一起拍照的资格 是一个外来者 尽管拍照时年纪还小 但宗英能够认出 他就是盛轻让 他小时候没研究已经很好 以宗英的审美判断 这孩子算得上 是五个里面最出挑的 那一个了 到底怎样 才留下了这么一张照片呢 宗英正想着 电铃突然响起来 才八点多 清洁公司的人 来得似乎有些早 宗英把相框放回原位 快步走去开门 门还没有完全拉开 一个清亮的女声 就响起来 三哥哥 我还要再借一本书的 他讲完 看到宗英的半张脸 明显愣了一下 远北扬起的嘴角 瞬间塌下去 这是我三哥哥的公寓 你是 宗英这时想关门 也不能关了 他回到 朋友 小姑娘脸上流露出 难以置信的神情 紧接着是怀疑 最后谨慎地问 女朋友吗 哦 过路的朋友 宗英说完 将门开到底 示意她进来 过路的朋友 听起来交情不深 开头就奔着 相望于江湖去的 三哥哥不在吗 小姑娘进屋后 四下张望 嗯 他刚刚还在的 有急事出去了 宗英这时有点累 重新坐回沙发上 迅速抬眼 打亮了对方 短袖中裙 短发压在耳边 看着简单 但发卡和衣料 都是高档货 看年纪 应该还是个学生 他猜测 他就是照片里 那个被母亲 抱在怀里的小男 盛轻让的妹妹 一个小时前 来公寓的那个客人 应该也是她 宗英烟引上来 从搭在 沙发扶手上的 长裤口袋里 摸出烟盒 迅速抽出一支烟 随后站起来 你去找你需要的书 我出去站一会儿 他站起来 比对方高了半个头 小姑娘这时说 既然三哥哥不在 我就不拿了 宗英本打算 去阳台抽 对方这么说 他就又转回身 有些敷衍地 应了一声 表示赞同 阳光叹进来 宗英却站在 旁边的阴影里 一身宽松的 男士黑丑长衫 从脖子 几乎包到脚踝 露出一支手腕 指尖加了一支 雪白的烟 小姑娘看了很久 首先是觉得 宗英的着装 说不出的暧昧与奇怪 后来不知怎么 突然不合时宜地 嘟弄了一句 三哥哥家里 竟然也能抽烟啊 宗英恩了一声 小姑娘连忙回过神 抱紧手包说 我先走了 他走的仓促 简直像是逃离 宗英甚至没能 问他的名字 不过宗英 也并不关心 清洁公司的人 十点整准时上门 饭点的时候 楼下服务处的 叶先生准时送来了食物 他们好像都与 盛青让很熟 也都问起 宗英的身份 宗英遵照 盛青让的叮嘱 主一答复为朋友 但显然 谁也不信 用过午饭 宗英笃定 不会再有人上门 于是上楼休息 699号公寓 朝北的房间 是阴凉的 宗英第一次睡 哪怕是在 七十年之后 她也从来没有睡过 楼上这个房间 本以为会认床 但实际却没有 梦里 由法国梧桐 将勇于枝崖 探进狭窄的窗户 非要给阴冷的房间 送一抹生机 醒来时将近十点 宗英迅速下楼 穿好制服 等声轻让 她突然听见 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是 焦急地开锁声 可就在打钟声 响过之后 一切都安静了 她没有等到声轻让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长安换月工作室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剧 夜旅人 原著赵锡之 授权自靖江文学城 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感谢您的收听